北京有邀請用電大戶 所謂協助聰明用電 不過有人認為像晉原廠24小時都需要電 他說冷凍庫這樣很怕沒辦法 所謂中間間歇性的聰明用電 請問不知道怎麼看 第一個像這樣的一個實踐電價 我們已經持續從民國79年到現在 就都有這樣的實踐電價 那實踐電價現在我們對很多的 包括大用電戶 比如說鋼鐵石化等等 那他如果去調整他的用電時間的時候 確實他減少非常多的支出 那這個就是告訴大家可以怎麼樣來調整 那在全世界對這個再生能源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搭配這樣的再生能源來做調度 那這個也是地球上友善環境的一個很好的做法 那台積電它24小時用電 那事實上它的這樣的用電的效率仍舊是高 更何況這樣的一個晉原廠 它是做了以後絕大部分都是出口 那如果跟其他國家的這個晉原廠來對比的話 台灣的電價還是比較低的 從你看看 它是剛剛說的 在香港的這個晉原廠 有一個當時的投資 一邊的投資 叫市民進黨 我現在幫你那些投資 出門的現在進入 有一個要求中的浴重 那一個市民進黨學院